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週一在接受美國有線電視台 《MSNBC獨家專訪》時說 中國對美國構成最重大的挑戰 布林肯還批評北京在新冠病毒疫情的問題上 對國際社會不夠透明 一位新任美國首席外交官在採訪中還說 美中關係是一個複雜的關係 既有對立的方面也有競爭的方面 同時也有合作的方面 被問到如果中國對台灣採取行動 他是否會採取行動 以及美國今後是否可能與中國爆發軍事衝突的問題 布林肯回答說 毫無疑問 在所有國家當中 中國對美國構成了最重大的挑戰 但這是一個複雜的挑戰 美中關係當中有對立的方面 當然也有競爭方面 而且也有合作的方面 但無論美國在處理這個關係的任何一方面 美國都必須能處在優勢地位 而不是弱勢地位 來與中國打交道 這位與拜登總統長期共事過 並深得他信任的國務卿說 美國的優勢地位 來自於以下的一方面 它的強大同盟關係 而這是中國所無的 美國在全球 以及國際機構當中的積極參與 在中國挑戰美國的價值觀的時候 捍衛這些價值觀 並且確保美國的軍隊 能夠威懾中國的侵略 以及投資於美國人民 使他們能夠充分競爭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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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